歡迎收看精靈 天下美國矽谷銀行倒閉 引發了市場的恐慌 高盛跟巴克萊現在都認為說 美國聯準會將會暫停升息 而野村是甚至預測說 三月就會降息 一馬停止量化緊縮 而聯準會真的是打算 要放飛通膨了嗎 另外矽谷銀行倒閉的危機擴大 亞洲股市在今天都是受到了影響走跌的 台股在今天以下跌兩百點來作收 不過太陽能生計族群 卻是可以逆勢撐盤 那麼接下來可以布局 哪一些防禦型的概念股呢 另外金控股在歷經去年的利空重擊 除了玉山佩席是創下了新低之外 國標期更是終結連續十三年發放的情況 在今年是不發股力 而接下來投資金融股 到底要如何來挑選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為您邀請到資深分析師 謝晨諺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李永年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王應亮 大家好 以及理財專家游廷好 大家晚安 好 晨諺美國在一個禮拜之內 三家銀行倒閉 那麼接下來可能還會有十家銀行步入後塵 現在野村大膽預測說在三月份可能就會降起一馬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是通膨已經變得不重要了嗎 太可怕了 因為一個禮拜倒三家銀行 我們念一下 Civilgate Signature 還有矽谷銀行 大家有沒有發現都是S開頭 所以取名字很重要 你趕快查一下你手上的銀行清單 如果是S開頭的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當然現在第一共和銀行的 也變成這個縱使之地 因為你看股價一口氣跌了60% 他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覺得現在我們最擔心的是說資優勝 因為第一共和銀行過去是銀行業眼中的眼紅 為什麼 因為他所在的位置都是有錢人 包括連佐克伯都是他的客戶 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現代帳 怎麼會股價跌到 觸動這個 觸發這個熔斷機制 所以你就知道這一次的問題 非常非常的嚴重 我們看到KBW這個銀行指數 因為銀行指數不是只有一家銀行 它是編制所有的金融股在裡面 結果也跌了多少 11% 所以你就知道基本上銀行股是全面重挫 在這個全面重挫當中 似乎不斷的在蔓延 因為這個家信理財 過去算是資產管理非常重要的 當然他也是吸收存款 然後去做一些資產上面的投資 過去以來他的收入非常好 因為我去投資買債券等等 我可以賺到利差對不對 100億美元的一個利差 佔了他收入一半 可是隨著利率上升 他要給客戶的存款 利息是不是要提高 可是問題來了 客戶可能還是不滿意 不滿意怎麼辦 往外走資金一旦抽離 也會產生問題 當然家信目前對外的一個 因為這個時間都要第一時間 出來澄清 我有很多朋友 他們有國外銀行帳戶的 都趕快收到那個通知 E-mail 我自己也有收到 他說他們的在信各方面 都很健全 請不要害怕 應該就是叫我們不要 產生擠兌的這個行為 因為一旦擠兌了 確實會產生問題 現在的問題不是投資 私利的問題 是大家緊張恐慌 而擠兌產生的問題 但是還是一樣 不管你怎麼跟客戶講 客戶就是害怕 你看他的股價 盤前就跌25% 盤中一開盤 一個20%一樣 碰到熔斷 也是觸及熔斷 對 所以現在的問題 確實引發了整個 投資界的一個恐慌 然後這樣的情況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還好吧 應該只有在美國吧 可是我們發現這股風 恐懼風已經吹到哪裡去 歐洲 你看瑞幸 其實瑞幸 大家會說不是去年就出問題 可是到現在為止 一直沒有解決 所以他的股價持續的修正 其實他之前跌破10塊的時候 我本來想要進漲 還好沒有 因為現在一口氣 跌到2塊多了 太可怕了 然後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他的CDS 什麼叫CDS 我跟各位解釋一樣 叫做違約交換 就是說你去買瑞幸的債券 然後他們去投的一個保險 那這種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當你的CDS 就是他的債券的保險金 持續飆高 大家認為瑞幸違約的機率怎麼樣 很高 飆了多少 448個基點 你看狂飆 歷史上可能我們都沒有看過 這麼可怕的一個狀態 那從這樣來看 我們當然也會擔心說 除了這些本來體質就比較差的 那你說像瑞典 這個最大的養老機 他的體質很好 那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因為我看他管理的金額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問題是 也不知道是他眼光特別的精準 還是怎麼樣 他的選股能力之強 強到我們發現 他一口氣踩到三個雷 包括矽谷銀行 標誌銀行 Signature 還有滴股 咖都有投 而且這幾年來 他們很認真的研究 也很精準的去投了 這三個銀行 投了六百多億台幣 當然大家就會開始感到害怕 就是說因為不只這些銀行 本身的 當然我覺得儲戶 存款戶現在沒有問題了 因為美國財政部也站出來了 但是他的投資人 就是股票的投資人 譬如說養老機 他投資的錢就打水漂了 那這樣會不會持續的蔓延下去 所以我們過去一直在追蹤的 叫恐懼貪婪指數 就是CNN的恐懼貪婪指數 之前我記得我們在講的時候說 大家都不怕 怎麼會這樣 我一定要讓你怕 我讓你喊不敢 結果現在他真的害怕到 都不講話了 為什麼 因為已經到了二十了 當然這樣子的結果 是不是當時鮑爾心裡所預想的 因為 極度恐懼 因為股市這麼樂觀 那代表你們還敢消費 導致通膨一路往上走 所以我要不斷的升級 不斷的升級 升級到改變你們的消費行為 改變你們的投資行為 那現在恐懼貪婪指數 已經掉到了二十 是不是大家心裡面 已經開始緊縮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在擔心的是說 是不是景氣已經開始出現問題了 那聯準會的主席鮑爾 坦白講他也是始作俑者對不對 銀行搞成這樣 就是他一路升級 不 不能這樣說 他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說 是不是要改變他的升級的節奏 如果說他當時想要達到的目的 就是導致大家的行為改變 景氣往下走 因為野村他就特別 你看 高盛說 所以現在是大家都沒有在管通膨 沒有在管CPI是不是 因為你如果銀行倒一片了 然後那些新創公司都被裁員了 然後新創公司也倒了 大家都沒工作了 那自然然後面景氣 整個就大幅度的往下掉 那既然你預期想要達到的目標 已經在進行當中 你還要強勁的升級嗎 所以你看高盛說你不要升了 但是沒想到野村 跳出來直接說 你三月降級 他直接更大膽的去喊 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確實有必要去思考 為什麼 當然我覺得很難 但是我覺得有必要思考 我們看一下野村怎麼講 因為矽谷銀行引發這個金融恐慌 我還是強調 它不是一件小事情 因為過去我們都認為銀行不會倒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是 一個禮拜倒三家 而且是多久的時間 我們是講一個禮拜對不對 其實不到一個禮拜 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 就一個週末放假回來 就倒了 錢也拿不回來 而且後面有問題的 還在排隊 還在排隊 而且大家都還抽號碼排 為什麼 不光排隊而已 可能要排很久 所以高盛巴克來說 可不可以先暫停升級一下 先讓這一個 這個恐慌先暫停 那我們後面再來討論 五月或六月再升級 這個是高盛巴克來提出的思維 好 但是野村的說法是什麼 他說你要不要 趕脆想一下 你的降級 你乾脆降級 就是你原本的緊縮政策 要不要暫停 你甚至要不要先降一下息 讓市場的狀況好轉一點以後 你再重新重回你的升息路徑 為什麼 因為 停止量化緊縮一下 對 因為德意志講的這個重點 其實也是導致這一次 銀行突然之間瞬間 現在三加 搞不好我們下禮拜節目 我們一直往上加 因為殖利率曲線快速的陡峭 你知道這個 我們上次節目還特別講 大家應該都有注意 而且也是我跟大家提醒 就是說那個倒掛情況42年 很嚴重 非常非常嚴重 當然你說如果只有野村 提出來這樣子 那這樣的一個思維 會不會太過偏見 會不會有一個偏見 但是我們看新債王 嘎拉克 他講說你原本大家都認為 因為最有趣的事情是倒了以後 那個原本我們在節目講說 升級兩碼機率很高 結果這個銀行倒閉的訊息一出來 升級兩碼機率不見了 然後換來的是什麼 升級一碼 那還有不升級的機率 也串升起來了 現在直接降級都出來 對 沒錯 所以鋼拉克也講 要不要說 就是你從兩碼 一碼就好 一碼就好 然後後面就這樣就好 然後你就把腳步停下來 因為這個問題太嚴重 所以三月有可能 他的看法是 三月有可能就是 今年最後一次升級 對 如果按照他的思維 應該是你升一次就好 那當然這樣子跟降級 後面再升其實有點類似 那桑莫斯怎麼講 因為桑莫斯其實滿鷹派 因為他一直認為說你要專注 你要好好的把通膨降下來 確實我認為鮑爾也有聽進去 所以他有暗示 他的傳聲筒的暗示說兩碼 但是你看桑莫斯怎麼講 他說升級一碼 一碼就好了 其實也滿適合的 所以你說他的態度有沒有放軟 你說沒有 桑莫斯還是叫他升一碼 可是他有沒有放軟 差一碼了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現在這個銀行的風暴 接下來包括升級的態度 有一個最重要的關係 當然是CPI 所以後續整個通膨的狀況 如何 怎麼去影響到整個股市 跟整個金融環境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密切的追蹤 好 剛成年代我們看到 美國矽谷銀行倒閉 引發了一連串的風暴 現在甚至有可能會影響到 聯準會接下來的利率決策 那麼在昨天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很多的美國的區域銀行 都出現了暴跌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也有專家大膽分析說 現在大舉拋售股票 其實這樣的一個訊號 是讓大家覺得比較不安的 表示投資人覺得 你的監管機關做得還不夠 那麼到底會不會出現 系統性的風險 銀行股是真的跌得很重 我們如果觀察KPW 這個美國的銀行股指數 這個跌幅已經把過去幾個月的 漲勢全部吃掉 可是你看昨天科技股 那還收漲 這說明市場的情緒 感覺好像有 專門針對銀行股來恐慌 但是以指數來看的話 回測幅度並不如大家想像中來的大 其實我們還是要回歸源頭 到底這一輪的 系股銀行的倒閉 會不會引起一連串的 系統性風險 我們必須從源頭來一一做推導 這一次事件 最為顯著的發酵期 是來自於市場 對於系股銀行的資產減損問題 過去我們跟投資朋友提過 這張圖表是SVB 系股銀行的資產組合 它有接近一半 也就是黃色區塊 是持有美國國債和MBS 不動產抵押證券 照理來講 這個叫做標準的避險資產 你持有美國國債 你怕什麼對不對 持有MBS你怕什麼 你就是聯準會現在持有的東西 但是這個避險資產 現在卻被視為風險資產 原因是因為過去一年時間 利率水平大幅升高 對於債金的減損力道大幅上升 所以你才看到 它的未實現虧損 接近159億 這是它有史以來 最大規模的虧損 問題來了 債券虧一堆 那有什麼問題 它才持有五成 你知道台灣銀行三業 總市值大概有多少 所持有的資產 大概30兆台幣 你知道它持有的公債 大概占幾億 幾兆 27兆 所以台灣是九成 九成 持有債券 人家是持有五成 五成而已 所以你按照這個角度 來推論的話 不免就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資產減損 所以它就要倒閉 其實不是用這個邏輯 來判斷它要倒閉的原因 而是因為當這件事情 爆出來之後 由於資產的減損力度 不斷的擴大 加上這件事情 當市場認為說 你的資產減損 好像有一點問題之後 SVB的公關處理能力 出了一些問題 他馬上打電話給重要 這些大權重的客戶說 可不可以不要進行 資金的領取 來幫助我們度過 現金的問題 只是缺一點現金 銀行可能有一些存戶 要提領的問題 就缺這個現金而已 但是SVB把這件事情 傳出去之後 就開始到處傳了 大家就在開始擠兜了 他打了這個電話之後 大家反而會覺得 你是真的很嚴重 所以我們常跟同志們分享 如果你是有債券 比如說你是有一兆的債券 那可能現在跌了兩成 你只剩下8000億 但是這個8000億 叫做未實現回省 就是你持有到期 這個2000塊是回得來的 但問題在於什麼 如果這個時候 你的存戶都在大幅擠兌 提款的話 那你就真的一兆就剩下8000億 從未實現的虧損 變成了已實現虧損 所以他提領的越多 你就真的要變賣 這些MBS和公債 最終你就沒辦法等到期了 因為人家急著要錢 那最終就變成 從未實現虧損 變成已實現虧損 所以這個是擠兌的主要原因 也是我們看到其他銀行 爆發類似的原因 都不是因為 他們持有某項債務 接連而三的倒 而都是因為市場的擠兌情緒 導致了這些銀行 都陸續出現了現金流的問題 如果我們以小磨花旗 富國美銀四大銀行的呆帳 在08年是巨量的 可是到現在為止 有大規模人 大規模的數量企業倒在嗎 沒有 差不多 就跟15年差不多 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大家買債券 虧得多不多 虧得真的都很多 但是有沒有人因為虧錢 所以他銀行 導致一連串的倒閉事件 而還不出你錢 基本上是沒有發生的 我們可以觀察到 如果以四大銀行的 未實現虧損 大家也在創高 但是其他銀行卻沒事 一個最直觀的原因 就是因為海量貨幣寬鬆之後 未實現虧損創高了 市值也在創高 資產也在創高 負債也在創高 它是一個絕對存量的增長 所以目前為止 還沒有大幅的傳導到 我們看到的系統性風險 當然你說擠兌現象 出現在大銀行 有可能會發生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這些大銀行 本身的現金流 其實還算是滿充裕的 所以最主要是因為 恐慌情緒的一個上升 才會導致這一次的 這個情況這麼嚴重 沒錯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有哪些指標可以指出說 現在市場到底缺不缺現金呢 就是矽股銀行 現金流的問題 其他銀行有沒有也缺現金 尤其是那些大頭行 我們來觀察 我們從四項指標 來做一些恐慌指數的看法 剛才其實陳昀哥已經提到了 從貪婪指數 它是市場上對於股票市場的恐慌情緒 像恐不恐慌 是有一點恐慌 但是貪婪指數 它是一個短期均值的 乖離現象 你要看到底現在的恐慌 跟2008年一不一樣恐慌 你就要看一下VIX指數 要看一下實體的恐慌指數 你可以觀察到 VIX指數最近才上升到30 其實也不過就達到 過去幾次均值的高點 相對於2020年 當時極度恐慌都還沒有達到 如果是以公債市場的 Move指數 也就是公債的恐慌指數來觀察 的確最近有一點 拐頭上彎的跡象 不過也沒有到去年9月份 那一波的流動性緊張的 一個跡象站 所以目前股債恐不恐慌 有一點恐慌 但是有沒有到極端恐慌 目前是連我們看到 去年9月份的恐慌水準 都還沒有達到 第二點是關於我們看到 FRI跟OIS 它是屬於長期利率 跟短期無風險利率的 市場緊張情況 簡單來講 如果這項利差 快速的飆高 就意味著市場突然覺得 現金很值錢 因為流動性風險 所以利差擴大就代表著 我對於市場要求 更多的風險貼水 你現在跟我借錢 我利率要非常高 因為現在很缺現金 可是這項指標 距離08年的高點 其實還有一段時間 雖然短期內有一點飆高 可是每隔幾年 其實擴存週期 恐慌是都會飆高一下 所以還沒有往這個方向走 不用過度緊張 再來就是剛才 陳寗哥提到的CTS 信用違約掉期 的確最近是創高 但是它也意味著在 眾多情緒指標當中的 其中一個而已 最重要的是這項 是聯準會的 隔夜逆回購的使用量 什麼叫做隔夜逆回購 它是相對於正回購 簡單來講 就是說現在 我們都知道是緊縮週期 緊縮週期 可能市場表現不是特別好 很多手上 銀行手上有很多現金 他不知道投去哪裡 他也不想投股市 也不想投債市 他就會存到哪裡 存到聯準會去 為什麼 聯準會的基準利率很高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 隔夜逆回購利率越高的話 你也可以觀察到 目前的逆回購的使用量 也就是流回到 聯準會的資金還是很多 這項指標 它也意味著 現在市場上不缺現金 如果很缺現金 沒有人要把錢存回聯準會 大家都手上持有 我可以用更高的利率 來進行售出 現在大家 這個利率也很 報酬率也不是特別高 就往聯準會存 還是這種狀況 所以目前至少 從現金流而言 從整個整體來看 大投行是沒有遇到現金流的問題 目前資金還算是腐爛的 如果是這樣 就不會有所謂 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對 所以從目前的指標來看 我是認為沒有看到的 其實我們回歸本質 利空每年都會有 甚至每個月都會有 只是光看你用什麼樣的角度 來做解析 如果你用週期的角度 來做解析 就是看利空 能不能幫助你中長期 有貪低成本價的時候 我們以美元列出 歷年的風險來做觀察 你會觀察到 像是22年的時候 大家關注的是烏俄戰士 央行很硬派 股市跌很多 利空一堆 21年大家最關心就是通膨 20年大家最關心 新冠疫情利空 19年有美國總統大選危機 當時國會三樁 每個人都說完蛋 美國要倒了 結果也沒事 所以股市中長期 它會有很多的利空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波中長期的牛市 它就是靠利空 幫助你堆起來的 利空就是幫助你在當年度 能夠攤低成本價的時機點 所以現在短期內市場 有一點恐慌 但是我覺得 從整個景氣面角度來看的話 還是往復甦的方向在走 所以除非 除非這一次下週 我們看到FONC利率結社會議 非常符合 非常不符合我預期的 降息了 或者完全沒升息 那我才會考慮到 我的判斷有所失誤 如果聯準會仍然在升息 一碼或者一碼幅度以上的話 這說明 其實目前來看 它只是一個單一銀行的 自己的問題而已 所以廷浩覺得升息一碼 現在機率還是最高 我認為升息一碼機率很高 我認為不太可能會有任何降息 或者不升息的空間 為什麼 大家看一下今晚的通膨就知道了 你只要基準利率 還是遠遠低於通膨水平的話 那老實說 其實基本上聯準會 還是有很大的壓力 而這一次 它只是屬於短期 各自公司的現金流的問題 我覺得反而不用過度的緊張 這是我的想法 好的確我們來看到 美國多家銀行 雖然說接連爆雷 讓市場很擔憂 不過其實在現在 這大賣空的本尊 他也提出了他的一個看法 他認為說 這個矽谷銀行倒閉 不會重演當年雷曼兄弟 他說他並沒有看到真正的危機 他說這場危機 可能很快就會解決 也的確在我們這個錄影時間 有一個現在美國的銀行股 開始出現有這個反彈 盤前出現反彈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是認為說 沒有看到真正的危險 不過對於台股的影響 是不是真的這麼快就 影響就很短暫就解決了 還是說如果接下來 真的是出現反彈的話 還是要應該要逢高先 獲利了解一下 我認為這個事情 應該很快就會過去了 那大賣空這個男主角 他講的這個道理 我也很贊成 他說不會重演雷曼兄弟的 這件事情 也沒有看到真正的危機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因為現在市場上 大家的看法都一樣 就是說你這個矽谷銀行 你憑什麼跟雷曼比 對不對 規模什麼 對 規模 他經營的那個事業的範圍 對不對 差太多了 你怎麼跟他比 所以雷曼兄弟倒閉 他造成了這個金融海嘯 那你矽谷銀行倒閉 你會造成金融海嘯嗎 不會 我也認為不會 可是問題在這裡 大家都拿矽谷銀行 跟雷曼兄弟比 我覺得是那個什麼 比雞腿 比大腿 那個是不對的 因為不能比 真正要拿氣股銀行 來跟誰比 要跟二房事件來比 房地美跟房利美 跟房利美的事件 好 大家注意看 我為什麼說這麼講呢 因為在2007年的7月的時候 二房危機爆發 就次代風暴爆發了 那當時倒窮指數跌了10.7% 那也是風聲鶴唳 當時大家覺得很恐怖 可是到了一個月之後 8月31號的時候 那個時候小布希總統 他就頒布了一連串的一些 這種舊式的措施 他就把這個風波平息下來了 然後大家就說沒事 那也只不過是這種 這個不良債券 不良債務的這種貸款的機構 他出了問題 那正常的這個銀行 這種貸款機構都沒有問題 大家就說這是個小事情 就跟現在大家看這個 矽股銀行倒閉的事情一樣 大家覺得區域性的銀行而已 不會什麼大問題 好 可是然後之後 他從8月31號 這個美國股市的 道窮指數開始漲 而且還超過了原來的高點 那個時候市場的氣氛 好得不得了 一片大好 對不對 可是之後開始跌了 道窮指數從2007年的10月 開始回檔 一路往下 一路回檔到2008年9月15號 才爆發雷曼兄弟倒閉 才爆發雷曼兄弟倒閉事件 那在這一段時間 從10月2007年10月 到2008年9月15號之間 道窮指數跌了多少 已經跌了19.55% 將近兩成的幅度 跌了兩成了 然後連曼兄弟一宣布破產之後 就開始崩盤 對 道窮又跌了4成以上 跌了43.3 對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現在我們台灣 這個矽股銀行破產的這件事情 是位於這裡 我認為在這邊 接下來不會有什麼事情 因為這次他們處理的速度很快 對 對不對 昨天到今天 就已經把這事情都處理得差不多了 大家也覺得說沒什麼事情了 所以我認為會有一波反彈 反彈 可是這一波的反彈 很可能就是逃命波 所以還是不能太大意 對 我認為是這個樣子 當時台灣的股市也是一樣 台灣股市你看 美國道窮指數才跌了10.7% 二房事件發生之後 台灣的股市加減指數跌了18.5% 將近一倍 然後到了2007年10月到9月的時候 他們跌幅是20% 我們跌幅是36% 對 跌的比美股的跌幅還要更深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外資拼命的賣股票 跟這次情況是不是很像 因為我們現在台股 其實也是有點像外資盤的這種感覺 沒有錯 然後一到有狀況的時候 可能台股就變成提款機了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現在台股未來的走勢 可能會怎麼樣 大家看一下 我是認為說 還是不會跌破年限跟季線的支撐 那年限跟季線支撐 大概是在一萬五千一百點 上下五十點之間 我認為不太會跌破 因為明天反彈的機會就很大 年限季線這邊還是有一個支撐在 對 沒錯 那明天反彈的機會就很大了 那如果說能夠撐住 我們現在先講 不跌破這個年限 這個季線的支撐的話 那展開一個反彈的話 因為市場認為說 這件事情已經結束了 已經解決了 後面大概不會有太大問題了 這個時候信心恢復 這反彈起來 第一個會來挑戰 這個緊切線的位置 就是大概一萬五千八百點 我們這次的高點是一五八七九 差不多就到這邊 那甚至於突破的時候 甚至有可能來挑戰兩年限 一萬六千兩百點 對 所以一萬六千點 上下兩百點這個距離 應該有機會來 可是我把它當作一個逃命波 就是接下來可能操作上的話 還是要先小心謹慎一點 不過我們說到現在不確定的因素 實在太多 如果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今天反映在台股排面上 像是生計股 它要能相關的族群 是相對比較有稱的 然後請教詠寧哥 如果說在整個事況 不是很明朗的情況之下 到底要怎麼選股 OK 好 那如果我們這樣講 先以避險為原則 因為現在整個股市 表現得還是曖昧不明的時候 很不清楚的時候 那我是認為說 還是要做避險動作的話 那我們去找一些 所謂的BETA值比較低的 BETA值 對 BETA值 它就是跟股市的 這個家權指數的連動性比較 沒有這麼密切的這種股票 那其中這樣就包括了 像是電信股 電信三雄 還有民生必需的 吃飯是一定要吃的 對不對 另外還有生計 生計裡面我是比較偏向於製藥 為什麼 因為製藥業 我們這樣子講了 你生病的要不要吃藥 一定要吃 我們今天這個雞蛋漲價了 我可以不吃雞蛋 對不對 我吃鴨蛋 駝鳥蛋 都可以 是不是 可是你生病的就一定要吃藥 所以他們是比較不會受到通膨 還有金融市場的變化的影響 所以像電力也是一樣 所以它會對通膨 金融海嘯 會相對比較免疫 對 比較免疫的製藥業 我先講製藥業 因為這個新藥業 它是跟這種新創事業比較類似 然後研發 對 會需要比較多 比較大筆的資金 對 那個就不一樣了 那製藥業這個是比較 我們可以值得觀察注意的 我們選兩支股票 來跟大家做說明 一個是蓄附 蓄附它是你看一下 它的二月份的營收年增率多少 將近300% 三倍 是不是 是 對 通膨什麼金融風暴 有什麼問題 都跟它沒有關係 對 今年累計就是一二月加起來 它的年增率也是119% 它做什麼 它做阿茲海默新的新藥 TRX0237 他們這些藥名 這也會改個名字 這個那麼長 跟車號一樣 最快它會在2024年 要開始在美國 英國 歐洲 以及加拿大等地上市 它蓄附獨家提供原料藥 這個新藥它對於蓄附的營收 貢獻度 可以超過一年6億塊 6億元台幣 然後大家看一下 這是周縣 一個圓湖底 這個時間長達多少 長達三年的一個圓湖底出來 所以我覺得說這支股票 在技術面上 在基本面上來講的話 都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台藥 台藥你可以看 它二月份的營收年增率34% 今年營收的年增率是 有一成以上 其實它是相當穩定的 而且它有個重點 它去年上半年是賠錢的 那可是到了下半年 轉虧為盈 總結一年的它的這個EPS 其實高達三塊多 本來是賠三塊多 到了下半年變成 全年變成賺三塊多 轉虧為盈的公司 然後它的藥 它大部分都是做原料藥 也是做原料藥還有製藥 而且它今年開始 它有個蛋白質藥 它包括像台康以及台信藥 它都有轉投資 它已經開始轉型成為 全方位的整合式的研發生產 它跟服務一條龍的一個生產 一個廠商 而且投信一直在買 對 投信也在買 它2500張 今年以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 這個也是周縣 也是一樣做出一個圓壺底 我認為它可能還要再整理一段時間 可是整理一段時間 等到它今年的一月的財報公布 第一季財報公布出來之後 它應該有機會就開始表現 為什麼 因為它在去年上半年 它之所以會虧損 是因為轉投資的虧損 可是現在這些子公司的虧損 已經開始打平了 已經開始沒什麼問題了 所以它光靠它自己本身的這些營收 創造的盈餘 應該就會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 好的確 剛剛永年哥帶我們看到 雖然說台股在今天創下 一個半月以來的新低表現 不過在盤面上的 不受景氣跟通膨影響的生技股 製藥股的表現是相對比較有稱的 不如說到在今天權王台積電 則是比較弱勢 還是有賣壓出容 今晚如此 其實硬量 台積電它其實基本面表現 還是很好 它搶下了三星大客戶的訂單 而且接下來要在德國設廠 在2025年的預計 就會開始來生產 雖然今天台積電有跌 不過是小跌 所以台積電短線不要崩 我想大盤就相對抗鐵 其實我們可以說 台積電它競爭優勢 還是在持續擴大當中 因為高通在3月17號宣布 它旗下新的晶片 這個蛟龍7PLUS的晶片 要交給台積電4nm 來做一個代工 大家要知道 其實高通7PLUS的晶片 原本是給誰 給三星的4nm做 等於說現在台積電搶單成功 所以三星就急了 三星就跳腳了 所以三星去搶它的人沒有用 要搶它的相關供應鏈才有用 所以最近三星的高層 就派了一堆人 密切的跟台積電大聯盟 相關的供應商做個接洽 像加登 像崇月 以及智元 像M31 都有接觸的一個跡象 其中我個人認為 最關鍵的應該是3680的加登 為什麼 因為加登大家可以看到 你在5nm製程的時候 這個光照層它需要用到10層 你用3nm來做的時候 這個光照層就要用到20層 而且3nm製程裡面 現在三星 英特爾 台積電 製程都要開出來了對不對 這個裡面它的EVUV的曝光機 也要升級 升級之後 你不能夠用傳統的光照盒 必須要用第二代的光照盒 而這個第二代的光照盒 加登在全球的市占率來講 它佔了大概7層 所以它排名第一 所以三星為什麼要找它 因為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三星現在真的是擠了 因為從量率上來看的話 三星的4nm量率大概只有6成 台積電高達8成 所以當然是找台積電 所以這對台積電來講 絕對是個利多 另外一個消息在於說 這兩天台積電也傳出來 要去所謂的這個德國 德爾斯登 來做一個設廠的一個動作 他看的是車用這一塊嗎 對 他絕對看的是車用這個區塊 我覺得他去德國還有邏輯 他像去日本 去所謂美國 其實有點被迫去的 但為什麼我說去日本的部分 去德國的部分是 未來是有利可圖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車長 他採用什麼 自己設計晶片 然後找台積電來做代工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其實最近在他所謂的 Model S跟Model S的部分 已經更新到了HW4.0的硬體 這個硬體最大的變革就在說 原先是用9顆鏡頭 現在用12顆的鏡頭 所以等於說你運算能力要增強 所以他的晶片的效能要更好 等於說他晶片要做升級 這個趨勢成型之後 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車廠 他可能也會朝向跟特斯拉一樣 就是自己設計晶片 然後我找台積電來做代工 所以我說為什麼 他去德國可行性 可承情的原因很高 就在這個地方 今天你可以發現到 像3162的金雀 股價盤中一度漲停 他也是創下近期波段的新高 金雀他去年是賠了很多錢 但是因為他有跨入到 所謂的鋁電池盒 鋁電池盒來講 今年市場就看他有機會出現 所謂油虧轉營 所以股價的部分 雖然EPS沒有上來 但股價已經先走了 他反映明年有可能 機會會不錯 飛鴻也是一樣的道理 飛鴻今天沒有賺很多錢 但是預估明年 在整個電動車充電樁的部分 移收帳比 對 會大概飆到五成以上 上次回來我有講過 它是殼牌的供應鏈 因為殼牌是全球 第二大的石油廠 他現在的這個充電 加油站要蓋所謂充電樁 所以他上來了 但是我說了 也可以注意什麼 注意所謂3046的建基 當時我在這個地方 在節目上跟大家做報告 你會發現最近其實 也漲了大概四成多 所以這兩檔 都是殼牌的概念股 漲上來之後 我覺得接下來 要往所謂的充電樁的上游去找 因為充電樁裡面的 車用被動元件的需求 未來一定是增加的 有做這兩個車用被動元件的部分 大概就是光潔 光潔已經漲多了 另外可以注意到 第一檔剛剛上來的凱美 為什麼 因為股價會不會動 你看公司董事長自己的一個心態 就知道了 董事長今年以來 他買超了這個凱美495張 自己有信心 自己都在買 對 雖然說張數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 他目前總持股 加了這495張之後 也才1500多張 等於他今年又買了 大概五成的一個量 對不對 所以代表他看好未來 又發展趨勢 重點在於說 充電樁的電容 他要用到20顆 充電樁的後膜電阻 要用到50到100顆 所以為什麼光潔很標 因為光潔主要是在 後膜電阻這個區塊 凱美他也有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投信買完光潔之後 他現在回過來買什麼 買凱美 凱美其實投信 連續買了四天 但是因為遇到 美國的矽谷銀行們的事件 所以他買超可能稍微光晃 但是如果這事情穩定之後 我相信應該會重新回頭 做一個買超 另外一點在於說 現在雲南大限電 在電解鋁的部分 其實產量減少大概四成左右 對於鋁電容的一個產出 一定是減少的 另外在馬來西亞樓佛區 其實在前兩個禮拜 也發生了大洪水 大概有四萬人被破千里 所以他整個供給 現在都是減少的狀況 對 所以供給減少的情況之下 他就有利什麼 庫存 去化 快速 因為被動員現在報價還沒漲 但是如果你庫存 有效就去化的話 那我相信報價很快就會上來 所以我覺得在後續來講的話 在整個電動車概念裡面的部分 很多已經漲上來 可以去往上游的 車用被動元件去找 我覺得凱美應該是個不錯的股票 提供大家做個參考 好 剛剛音量帶我們看到 雖然台股在今天是下挫的情況 不過在車用相關的概念股 今天還是相對是比較有稱的 不過相對有稱還有太陽能股 尤其在今天 這個雲豹能源是正式的 轉掛了這個上市創新版 為什麼它會被認為是 這個綠能界的播客下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來了解